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Jack中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奇葩的事情 我昨天真的被这个病人逼疯了 昨天接诊到一个患者他进来后我问他你哪里有不舒服 他说我是一个朋友介绍来找你的 你帮我把一下脉 然后告诉我我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你不舒服的症状吗 他说我先不告诉你 你把完脉后告诉我我有哪些问题 然后我会核对一下 如果和我的症状相符 说明你的医术我可以信 我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郁闷 可能是这个行业的某些中医把所谓的把脉脉诊搞得非常的神秘 让患者误以为只要靠把脉就可以查出身体任何的问题 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皇帝内经里边就明确的指出 中医 忘 文 问妾的 似诊合餐 辩证论治里面讲到 妾诊 妾 一是处诊 二才是窃脉 所以窃诊不单单指的是把脉 还包括处诊 忘 是忘病人的神态面色 闻 闻病人的气味 问 病人的症状 病人的主速 最后才是窃诊 所以 他应该排在 最后一位 只是 中医辩证论治的 一部分而已 我们都看过西游记里边所谓的悬丝诊脉 这样呢 会把脉 神化了 觉得非常的神奇 我跟这个患者解释了以后 他才勉强同意告诉我他的一些症状 在治疗之前 我习惯给病人一个 治疗的 计划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 患者要跟医生相配合 及医主的部分 我要告诉你 你应该从哪些方面要注意 改掉不好的习惯 这样 才有助你 病情 往好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这个患者 他经常熬夜 我跟他说 你要早睡早起 特别是在治疗期间 更应该注意 休息 但是 他说 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了 我来找你治疗 你就应该帮我治好 我回家后 怎么样做 那是我的事情 我听后就 非常的无语 其实 我们通过 针灸中药 这些方法 来帮助 病人恢复 是一个 辅助的 治疗手段 可能是 饮食不规律 睡眠不足 缺乏运动 或 情绪的 管理 出现了问题 时间久了 才会导致 身体的 一些疾病 所以 我认为 医生的治疗 占 3到5分 其他 5到7分 都是病人 靠自己来 调整 自己的生活习惯 也就是 我们说 改变一个 环境 这样 才是 治本的 一个办法 今天 无非跟大家分享 这两点 第一 脉诊 不要把它神化 它只是 中医治疗的 辅助手段 而已 第2 治病求本 最重要的是要 改变你自己 今天分享这些呢 也是让大家 正确的认识中医 有一个正确的 治疗态度 这样 才对你的治疗有 积极的作用 同时 中医师 才对你的治疗 更有信心 好的 关注我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我们在健康路上 不迷路